真主党呼叫器连环爆炸事件 造成了大规模的伤亡 也震惊了全球 第一时间外界就猜测 以色列主导攻击的可能性相当的高 包括了纽约时报 路透社以及CNN在内 陆续的引述了不具名 以色列、美国跟黎巴嫩的消息来源 报道这是一场由 以色列情报单位摩萨德 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发动的联合行动 策划数个月渗透真主党的供应链 在5000台的呼叫器当中 装入了微量的高爆炸药以及开关 接着就是透过讯息传送 同步引爆 部分的外媒更加码报道 呼叫器爆炸行动 原本是以色列对真主党 全面攻击的开端 但是因为以色列很担心事迹败露 于是提前引爆 呼叫器疑似成了大规模渗透攻击的武器 各大国际媒体几乎同步证实外界揣测 指出多年来 疑似发动多起类似攻击的 以色列情报单位 摩萨德 主导这场对真主党的袭击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高阶官员报道 摩萨德将微量爆裂物 植入5000多台呼叫器 CNN更引述情资加码报道 这次还是由以色列国防军 参与的联合行动 综合纽纽约时报 半岛电视台等媒体引述情资报道 珍珠党几个月前购入的数千台呼叫器 在制造或运送过程中 疑似遭以色列特工动了手脚 专家指出炸药隐藏在电路板 或类似零组件当中 难以侦测 并仅靠电池 透过另外安装的开关 及同步发送特定讯息 远端引爆 BBC引述弹药专家指出 每台呼叫器 可能装有最多20克的军用 及高爆炸药 虽然这次的致死率不到1% 但造成大量人数受伤 对珍珠党的冲击仍然庞大 前美国中情局官员坦承 如此攻击规模及手法 连美国都难以复制 两大新闻网站更引述 以美消息爆料 呼叫器爆炸 原本是以色列对珍珠党 全面攻击的开端 但以方担忧计划曝光 因此提前引爆 重创珍珠党的士气 掌理得别意